今天百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型主题展览开幕式 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香港特区政府官员 中央驻港机构相关负责人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等各界嘉宾出席活动 此次展览包括旧王图存 开天辟地和东方蜘蛛等六个主要部分 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为主线 精心选取上百幅历史图片和资料照片 展示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 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 从政治 军事 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 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伟大历程 在第六部分《东方蜘蛛展览》中 展示了香港回归24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和长期繁荣稳定的信心和决心 这个让我们香港的老百姓看了以后 不单是增加了对国家 对共产党的认识 也增加了自豪感 对未来也充满信心 由国家作为我们坚强后盾 我们要坚定信心 把香港发展得更好 非常的震撼 香港的市民受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 共产党真的非常了不起 让我们香港人更加的爱港爱国 肉爱自己的祖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